另外 农历新年期间传统拜拜 打谢神明庇佑祈求和家平安 是华族常见的习俗 而作为庆典祭拜必备的龙香 在这个季节更是特别畅销 为了迎合现代社会追求环保的原则 龙香制作也不断提升改良 务求达到价格实惠 造型精美 同时减少空气污染三大条件 坐落在高八三万的福财香龙香制作工坊 两个月前就开始忙碌起来 尽管机械自动化量产技术省时省工省成本 但60岁的老板王敬才还是坚持手工操作 会向祖母传承家业给父亲后 工坊在90年代初扩充业务 一度从制作一般的小香 转变成18尺高的大香 之后他接手经营 在调整模式一晃就40多年 因为那个时候在小学读书放学回来看他们做就 禅在那边一起做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兴趣去学这样传统的东西 刚好对这种艺术有点兴趣 因为你可以以自己的充力做不同的东西出来 因为你可以变化无穷 你要做舌也可以 要做那个什么卡顿都可以 要你有兴趣的话 原来粉是软的嘛 制作龙香的过程费时 每上一层香皮就需要大约一周的时间才能变干 然后再铺下一层 如此工序至少要重复四次 整住龙香难度最高的是制作龙头 最后加上设计和彩绘 移住完整的龙香才算大功告成 从制作到交货 一般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农历新年期间 最创销的是介于1.8米到2.3米高的龙香 但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型龙香 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今年就做比较小制 然后更好的 有谈香的 纯正谈香 因为我们要服务环境的需求 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方式 它的价钱比传统的会 它比较便宜 又精美又那种宽宝 这家老工房生产的龙香 有50多款设计 大 中 小 任均选择 价格介于9令吉到1600令吉之间 产品主要销往威省 太平和吉兰丹 店家表示 龙香工业看似古老 但也必须与时并进 立体设计 材质环保 种种条件上的改良 都是造就制香叶 立足市场的原因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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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